今天是鲍威尔在下次联储会议之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到底讲了什么让市场上蹭下跳 苹果超越特斯拉成为最多的做空标的 这意味着什么 今天的鲍威尔讲话是进入封锁期之前最后一次讲话了 意思就是直到下一次联储开会 都不会有更多的信息透露给市场 所以今天传递的信息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50分钟的演讲对话我听了大概两遍 总结归到了里面的细节 最后根据今天市场的一些走势 推演一下后续 如果对你有帮助 记得给我点赞转发 这个是鲍威尔在Cato Institute一个会议上的采访 就是类似半对话的这么一个形式 Cato Institute翻译过来是家图研究所 是一个位于美国华盛顿科伦比亚特区的自由意志主义智库 是美国五大保守派智库之一 所以这次讲话的内容还是比较有建设性的 这次的对话主要涉及的就是通胀 还有一些联储政策 不出所料 主持人上来就问了关于通胀的问题 老包依旧按照之前的打太极的答法 说疫情发生之前 失业率是50年的新低 通胀很低很稳定 经济也是稳定增长 虽说我们的政策有影响 但是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 通胀也不会这么的失控 疫情不光在需求端增加了对物品的依赖 也在供给端造成了很多的空缺 包括劳动力市场的减少 全球供应链端的封锁等等 对于我来说 这两者纠缠缠绕在一起 很难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分开 言外之一 就是我不否认联储的政策的失误 但我也强调错在他方 这个一进一退 态度还算比较诚恳 让我都不忍心对他这个阴阳怪气了 主持人将话题引向更深一个层次 他说回想起80年代高通胀的危害 真的很吓人 直到Paul Walker很激进的手段 才控制下来 我比较担心 今天我们是否控制得住这个通胀了呢 回看了你在杰克训动的这个讲话 我稍许有些安慰 但是我还是担心 是否你会受政治方面的压力 会影响你做未来的一些决策呢 言外之意 你是否能出一尼而不染 不为这个中期选举各方面的因素 所影响所控制 做你该做的事情呢 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 就算有压力影响 老包嘴上他也不会说 但是他回答的角度呢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他说啊 Volker之前的行动 是出现在几次失败的 试图降低通胀的行动之下的 当时公众已经认为 高通胀是一个常态了 并且还期待着 这个物价会持续的上涨 这才是让整个 这个降低通胀的事情 变得很难的原因 所以呢 我认为 我们现在必须要把手段强硬 把这个事情呢 提前的压制住 避免之前的情况再发生 导致更大的社会层面方向的影响 我在杰克逊动的讲话呢 比往常都短 就是为了简洁明了的传递信息 联储有义务控制物价 2%的通胀目标 通胀越长久 超过这个目标 我们的风险就越大 将来控制的代价呢 也就更大 历史警告我们 提早的放宽 这个货币政策是很不明智的 我可以跟你保证 我和我的同事 会持续的努力的做好这件事情 直到它被完全完成 我也可以向你保证 不会受外部政治的影响 这段话呢 老包的态度还是很鲜明的 不会提前宽松 也不会受外部政治的影响 将来的行动会是什么样呢 咱们不知道 但是起码这一刻 他这个嘴上的誓言 还是很明确的 他继续说啊 今天的劳动力市场呢 还是很高的 payroll的数据呢 依旧支持比较强的市场 我们的政策干预 希望可以达到增长放缓 会导致劳动力市场 回复到平衡的位置 工资呢 会回到2% 和通胀一样的水平 这几句话 和我上期的视频的观点一致 就是联储现在的方案 是主动降低劳动力市场 换句话说 就是让更多的人失业 丢工作 以求降低这个工资的上涨 但是如果通胀的真正原因 是外部因素主导的话 那就会是一个民不聊生的局面 本来物价就贵 还不让你涨工资 还让你失业 这日子怎么过 但是呢 这是唯一联储 可以通过政策所调控的 所以咱们也没有办法 怪罪它太多 不过我觉得作为老百姓 就比较惨了 现在明摆着是把这个灵车 开往着滞胀的道路上 司机呢 就是美联储 这条路一旦走上啊 就真的不太好掉头了 主持人继续问 你如何回应 美联储印了这么多钱 当然有通胀了 这一说法 鲍威尔说啊 我1975年大学毕业 当时呢 货币政策正好达到了这个顶峰 无论什么理论 说通胀是什么造成的 这个流通货币和通胀的关系 和之前那个时代比起来 都这个不稳定很多 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呢 也没有那么的直接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货币政策在通胀的公式里面 并没有占据一个很主要的角色 这一招呢 就叫瞒天过海 直接把货币政策和通胀的关系呢 撇得干干净净 时代变了 影响也变了 你们呢 也就别怪罪我了 主持人啊 接下来继续问啊 说资产负债表的事情 从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 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呢 翻了四倍 然后疫情的时间呢 又翻了一倍 你在疫情之前 就有想着要缩减这个资产负债表 你对未来的计划和方向 是怎么样的呢 你计划做出什么样的行动 来达到这个目的呢 老包说 自从2014年 我们这个冷冻了 这个资产负债表 三年内呢 并没有什么动作 意思就是说 经济在增长 但是资产负债表 并没有什么变化 17年呢 让我们到期的资产退休之后 直到19年 那个时候 我们资产负债表 是小于经济体量的 然后呢 20年 我们继续购买资产 现在呢 我们又回到了 这个紧缩的周期 目的呢 就是回到平衡的水平 现在 当然了 这个资产负债表 大了很多 所以呢 我们现在 缩减的规模和速度 也会比之前要快 之后的对话呢 就是他们讨论一些 央行的数字货币 等一些影响 这个不是今天视频的重点 但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告诉我 我们可以专门 做一期视频来讲 我总结一下 鲍威尔这次的讲话吧 大家大概这个耳朵 应该都听出简子了 不过背后的含义呢 我觉得市场 还并没有完全的领会 第一个 就是联储这次铁了心 要降低通胀 起码嘴上呢 它是铁了心的 这件事情讲过 如果可以用嘴巴 解决的事情 咱们就不必脱衣服 懂真格的了 这次呢 它依旧警告市场 我们不会宽松政策 因为根据历史的经验呢 那样的代价太大了 我们需要一口气 把通胀的问题 彻底的解决 然而呢 我们之前也研讨过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通胀的三大因素 俄罗斯 中国 美联储 美联储只能控制 这三大因素中的三分之一 所以呢 它这一次 它并不一定能够根治通胀 第二点 鲍威尔呢 是主动的想搞垮经济 他说 想要人们失业 这样呢 才会避免工资的螺旋上升 没有多余的钱 自然呢 消费意愿也下降了 从而呢 可以达到降低通胀的目的 所以呢 这次 我认为市场并没有意识到 他手里拿了这个 棒子的这个 美联储的真实意图啊 就是包括昨天 这个布雷拉德的演讲 他展示了一系列的图 一共有六张啊 在这个联储的官网上 都可以看到 有心的人就可以看出啊 他们已经意识到 经济再减缓了 并且呢 他并没有想把这个事情 拿到桌面上来讲 他们期待着 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 来降低通胀压力 这一点呢 下周一的这个CPI数据 将会是很清晰的参考 CPI数据呢 下周一才出嘛 今天是周四 我们就做一个大胆的预测 大概率呢是会下降的 而且呢 说不定是很大幅度的下降 因为呢 过去的这段时间 这个原材料啊等等 导致CPI上涨的这些因素呢 都有大规模的下调下降 但是美联储会因为 CPI的下降 而减缓加息的进程吗 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上一次CPI就是高涨到9.1 还有8.5的时候 联储它并没有加进 加息的节奏 现在如果CPI数据大幅下降的话 它的行为是否还会心口一致呢 我猜下周会有很多人解读 说这个CPI数据下降 通胀已经见顶了 利好股市等等 但是如果你没有想过 如果CPI数据大幅下降的情况下 美联储依旧保持激进的加息策略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呢 美联储最后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资产负债表的缩减 就是咱们这个说的QT 缩表 这个呢 鲍威尔也说的很清楚了 我们现在的规模太大 所以在缩减起来的速度 还有规模也会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点的影响呢 我觉得市场上大多数人 好像并没有完全的意识到 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今天啊 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就是特斯拉不再是 被做空最多的股票了 就是从金额来说啊 过去很多年 特斯拉一直都是被 做空最多的股票 没有之一啊 今天收盘前的数据呢 特斯拉的做空 未平仓金额达到了 160.8亿美金 取而代之第一名的呢 是苹果来到了163亿美金 这里呢有一张 这个2021年到2022年的 做空头寸的对比图 蓝色的线呢 是这个做空特斯拉的 红色的线呢 是做空苹果的 可以看出啊 20年末 做空特斯拉的金额 达到了历史峰值啊 就是起码这张图的峰值 达到了500亿美元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呢 基本是一路向下的 就代表着做空的人 还有这个金额 越来越少 也可以解读为 特斯拉的基本面呢 不断向好 空头呢 也是不断的被杀掉 被嘎空啊 被这个宰了 如果你想做空呢 也不必非要盯着特斯拉不放 这里呢 有心的人可以拿出这张做空的图啊 回去跟这个过去两年特斯拉的股价的图 做一些对比 咱们骗到聪明人比较多 从此呢 应该可以很轻松的看出一些规律和端倪 再看看苹果 其实呢 大致的形态和特斯拉有相似的地方 昨天呢 发了个帖子 问询大家对这个苹果发布会的一些看法 保贬不一样 有的说没什么创意 有的说这个还挺想买的 但是比较符合苹果发布会这个大多数人的反应 当我看到这个做空对比的时候 我还在纳闷 难道是因为苹果发布会效果不好 然后有这么多钱去做空苹果吗 但是仔细观察好像并不是啊 就是再仔细想想 就是正常的小散户有几个敢空苹果股票的 那可是股王啊 对吧 空谁 咱也不敢空苹果 对吧 对此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 大钱可能还在对冲 对冲的最好标的呢 当然是和大盘相关性比较高的 但是同时 估值也是在这个市场环境比较高的公司了 那就是苹果是非常合适的 难怪呢 今天科技股都是普涨 唯独苹果是跌的 这个其实挺不符合常理的 当然了 你也可以理解成苹果刚开完发布会 然后之后呢 都是跌的这么一个铁率 事后呢 怎么解读都行 那么问题来了 空苹果的金额超过特斯拉 又很可能是大钱 他们不看好接下来的走势 还是说可以理解成 现在的空单很多 给接下来的上涨 提供很好的原料呢 这个不同的视角 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看完再赞 好运不断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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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